2018年世界杯祖采停售原因揭秘网友,靠海大别墅没了祖采停售,中国停售祖采了,有关部门曾多次重申禁令,要严厉查处网络公司等单位和个人,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,有网友表示靠海大别墅没了,也有网友表示感谢给我省钱。 2018年世界杯祖采停售原因揭秘如今,随着2018年俄网斯世界杯的开启,我们发觉这种火势早已重新燃起,在许多球迷热烈讨论的带领下,跟风光看世界杯的新手球迷也呈直线增长。 对于他们来说,参与世界杯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竞猜,这两天,提彩店销售额大多搬了好几倍,6月18日凌晨2点,未免冠军德国队爆冷,零比一输给了墨西哥队,不禁让小编这位球迷也感受到了一四两亿,加之巴西和阿根廷也分别被瑞士和冰岛一比一逼平,上届四强和蓝位进入四届世界杯,首战无一火胜。 这让不少玩足球彩票网友纷纷表示要排队去天台了,6月20日,据网友反馈,天天重彩票APP页面一片灰,显示部分彩种升级维护,从天天重彩票公众号进入,页面也是一片灰,显示服务器升级中,除了天天重彩票平台,人人重彩票平台上,也出现有彩种停售的情况。 北京福利彩票中心工作人员则表示,当前北京各彩票投注站,均不允许与别的公司和个人合作以其他方式,售卖彩票,避免这些互联网彩票成为黑彩票投注站。 曾有眼内人士表示,国家对互联网彩票的管理,主要为了避免这些互联网彩票,成为黑彩票投注站。 所谓黑彩票投注站,就是声称消费者的投注,都已经入基完成。 但其实这笔钱在七公司中,他们盈利的方式就是赌中奖率,如果消费者中了小奖即可兑现,但是如果您中了大奖,这家公司就会跑路。 互联网彩票的风险就在于第三方平台,是否真的在题彩中心的系统中完成构彩,消费就很难鉴别,因此还是要到实体网点进行投注,以拿到纸质彩票作为凭证。 专家提醒,世界杯作为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,是全球各个国家足球队最梦寐以求的神圣时刻。 体育竞技本身是为了传达和平与竞技精神,球迷朋友应该更多关注比赛赛事,把彩票作为官赛的辅助和嫖技,切莫沉迷其中。 网友看法网友,真希望快进了吧,真的失去了体育的纯粹,好多人赔了点钱开玩笑骂骂也就算了,但有些恶心人的是真的是往死里骂,就因为你躲了球,人家也要拼了命必须给你赢吗? 网友,靠海大别墅没了,网友,感谢足彩就我一命,以上资料由每日财经小编综合整理字网络,进攻参考,更多资讯可以浏览本组其他文章。 网友,靠海大别增长,更多资料由每日财经小编络合整理计划证明,携带软草命围,令人财经小编络合整理讯划证明,您撒络 Wel奇财经小编络合整预划的有点实 并不在意外》,创造秀,并不在意外,财经小编络合整理讯划证明,哇、內有点实戯的同事, Russell川普普樑 İş败的重传统合整理想,说明,於是最大的财经小编络合整理想我们是怎样的疫情解讯划证明天,最大的规定统合整理念士币